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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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美好的日子里 在这温馨浪漫的时光里 我们再次欢聚一堂 共同迎来了分辈再出逃 第二个表演舞台 但是在开始之前 我们必须欢迎一位神秘的嘉宾 按照我们节目组的特点 一般会制造惊喜 他是一位姓张的歌手 张学友 张信哲 都没来 让我们热情的欢迎张远回归 哇 什么项目是可以单腿做的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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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死你了 真的吧 哎呗哪鬼啊啊 真的是这还有一点不懂事 凭着对音乐的热情 凭着两只拐 从天南唱到了海北 终于回到了我们 分辈再出逃的舞台 掌声再次欢迎张云 本期表演的主题围绕梦想 还记得你梦想刚刚萌芽的瞬间 还记得你拼命追逐梦想的那种坚定的模样吗 不畏惧山多高 海多深 只要有梦想 谁都了不起 一路走来 不要错过身边的每一个风景 为什么呢 因为太冷了 我要先唱一首《风景》 谢谢大家 先打药 谢谢老师放伴奏 习惯性病病 绕了我思续的声音 当我遇见你 就厌绝了安静 初心几率相遇 创作心灵感应 手掌里的你 使我鼓起勇气穿越 深海的痕迹 生活叛逆 我也会不顾一切走向你 你 给予我同样回忆 未知的口去 折返我的双臂 拥抱飞本来的你 一生冲每个风景 它若记忆清晰 总有个故事关于你 简单却不可思议 每当我牵着你 走过美好的风景 对着窒息许下一期 该黄昏的约定 无多惊心有你 所有都平平无期 只能讲最好的 我与你 我与你 习惯性平平 绕乱我思绪的声音 当我遇见你 就远远了安静 初心几率相遇 装作心灵感应 人间也无期 需要一点点的勇气 将感动温习 我陪着你 坐在屋檐上 静静等流星 你 给予我同样回忆 未知的口去 张开我的双臂 拥抱费本来的你 一生冲每个风景 当我记忆清晰 总有个故事关于你 简单却不可思议 每当我牵着你 走过美好的风景 对着窒息许下一期 看黄昏的约定 不够清晰 不够清晰有你 所有都平平无情 只能将最好的我与你 每一个风景 当若记忆清晰 总有个故事关于你 简单却不可思议 每当我牵着你 走过美好的风景 对着窒息许下一期 不够清晰 看黄昏的约定 不够清晰有你 所有都平平无情 只能将最好的我与你 不够清晰 不够清晰 谢谢 谢谢 玩的嘞 玩的很多 哇 新歌 第一个舞台的时候 我们是有演出顺序的 但是今天 导演组给了我们充分的自由 可以 自行的排序演唱 哦哎 那就干脆按照年龄的倒序 哈哈年纪最大的已经刚刚唱完了 那年纪第二大的 是时候来仰望星云一下了 有请张员仰望星云 哈哈哈 哈哈哈 哎呀我觉得我觉得你们这个真的 钟沛也今天还是很不错的 相当好了 好我站这个位置 ok 吗 非常 ok 啊 我们一首 有仰望星云送给大家 哈哈哈 耶耶 仰望星云寻找着你 放过星星出首歌曲 天上的星星会发光是为了 逃影她的眼眶 树上的叶子已结了霜 再提醒她天气会亮 跌跌撞撞撞撞入了北方 想看一眼最美的极框 她也不是喜欢流浪 只是心无处安放 遥望星云寻找着你 遥望星云寻找着你 仿佛星星出首歌曲 这感觉如此熟悉 像是有人在耳边地狱 遥望星云寻找着你 你会属于那颗星星 你会属于那颗星星 冰箱总会遇见那场流星雨 你会属于那颗星鲜 在牵涩上的星星会发光 是为了倒映她的脸眶 树上的叶子已结了霜 再提醒她天气微亮 跌跌撞撞撞入了北方 像个一眼最美的西瓜 他也不是喜欢游浪 只是心无处安放 遥望星云寻找着你 从不信心出手可及 这感觉如此熟悉 像是有人在耳边地域 想把金鱼寻找着你 你会属于那颗星星 明镜总会遇见那长流星雨 明镜总会遇见那长流星雨 想把金鱼寻找着你 仿佛星星出手可及 这感觉如此熟悉 像是有人在耳边地域 明镜总会遇见那长流星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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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哦 耶好听啊 对啊对啊 这个唱歌的时候和走路的时候画风突变啊 哈哈哈哈 哎哎哎感觉少了一份优雅 但多了一份对梦想的打拼上去吧 一看就是一个追寻路上跌倒了又爬起来的人哈 对的对的对的 主要是窃提议 就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追求梦想然后你的仰望星云 我们想一下小时候我们会仰望星云知道 我们会希望去追求自己的那个梦 对我是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一些话 想对十年前的自己说比如说问一下远哥啊 如果我们两个啊 对十年前的自己有有要说一句话 你要说什么十年前的自己 除了别强麦 回来回来我哭了我就哭了哈哈 十年前啊 怎么说呢今天那段时间好像渐渐开始没那么好了吧 但是呢我又觉得我也不用对他讲什么 因为就是那样的时候的我 然后有了很多真实的体悟和体验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对十年前自己说一句的话呢 就就是就继续往前走吧 别害怕就好 就是让十年前的你更坚定 对不需要特别的一些建议 因为那个时候的你就是那个时候的样子 经历着该经历的事情 对非常好 我倒是有一句具体的话想跟十年前的自己说 如果我可以跟十年前的我说一句话 我一定要说 带一笔款把三环的房子买了 真的 过了十年你就买不起了 对对 那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毕竟比弟弟们要年长一些嘛 所以呢他们还需要更多的一些社会经历和人生的一些过程 才能够有更多的这个丰富的感受 到时候跟他们的弟弟们分享 但是在追梦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你会有一些困难 有一些苦涩 有一些孤单 有一些寒冷 这个时候呢 朋友家人就很重要 他们会给你鼓励 给你盖上被子 给你披上衣服 对吧 他们cover到你的身体 他们cover you 他们cover me 有请四外哥带来cover me 哎呦 哈哈哈哈 看来你我那个穿死掉 你们怎么想啊 我今天就是 不是无法想到这个是怎么穿出来 对就硬来我总能背倒人 看什么 感谢醒哥 ok 好了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四外哥带来 打开 广大音乐心跳分裂 一副敏感要处决 赶快世界 列大全部的世界 看下有情节 一瞬间 就让人血 不是幻觉 要一点直接 不能拒绝 面对挑战的坑叠 都会识别 躲在周围的花园 邂逅的情节 一瞬间 就会惊艳 反复热烈 仿佛只剩预算过进几场之中 欢迎你来一起试着你的武功 威尼斯广场就像是迷宫 发现所有人在欣向你的进攻 在头的困难 没证明你的相关 等一下每个动作都会在观众眼中 最完美的发现 应该是下一次冲动 每秒的律动隐藏在无限 激起几秒钟 一起好白无可替 待无在呐喊 一起期待无所不在 甚至少在等待 我感染 在跳跃光跷跃 get away get away get away Cover me Cover me Follow me Follow me Cover me Cover me Follow me Cover me Cover me Cover me Follow me Follow me Follow me Cover me Cover me Cover me Follow me Follow me Follow me 反复只剩一残骨 进几场之中 欢迎你来一起试着你的武功 威尼斯广场就像是迷宫 发现所有人在欣向你的进攻 踏入的困难 不是迷你的相关灯 像每个动作都会在光中眼中 最完美的发现应该是下一次冲动 美妙的律动隐藏在无限 即期几秒钟 一起好白无可替代不够太难 一起期待无所不在 甚至少在等待 好久不见 对我不感人 对不及 再跷越光跷越 get aw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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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无间 Cover me Follow me Follow me Cover me Cover me Follow me Follow me Cover me Cover me Follow me Follow me Cover me Cover me Follow me Follow me 我们的命运是发光体 可以百步的逃离 理性中立 来到玄武的世界 重备无险魔力 需要你的存在 就会炫烂 我们的命运是发光体 可以百步的逃离 理性中立 来到玄武的世界 重备无险魔力 需要你的存在 就会炫烂 Woo S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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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小东西 今天远哥回来啊 我先问一下 就是对我们这个第二场的演出场景 感觉如何 再说一下 其实我觉得你们不说中 中配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已经确实还不错了 所以我在想那豪华版 到底是什么样子 就是 就是豪华版 我告诉你 就缺什么 缺什么 缺樱花与风车 让我们欢迎让人带来 樱花与风车 哈哈哈 我的天 我都听进去了 我都听进去了 我真是太突然了 太突然了 哇 你好适合站在里面啊 你感觉融融融一体 开始吧 哎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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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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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成风沿着岁月的褶 在云雾中踏上了银河 才在星辰上夏日晚格 看星月在宇宙中穿梭 只透清新新调的青色 看青春灰尽绚来因果 风儿吹过影绕我倾坐 时光诉说的是我急责 风车站穿几河 映花翩翩凋落 晚霞将此时点燃人间烟火 花瓣占绕失策 映出粉红落阔 夜双回眸该彻起潮落 风车不停的车 映花无同曲折 时光放弱 一瞬间就此停革 不只能在一刻 星空下的烟火 海头流星也划过 依然那么炙热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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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安放 安放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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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枝图气息紧要的青色 青春春灰尽绚了萤火 风儿吹过影绕我倾坐 时光诉说的是我急责 风车站穿几河 映花翩翩凉落 晚霞翩翩翩点燃人间烟火 花的缠绕声色 映出粉红落 夜双回眸该潮起夜沉落 行车不停断折 映花无同曲折 时光放弱 一瞬间就此停革 不止端在一刻 星空下的烟火 再走流星也划过 依然那么炙热 风车站穿几河 映花翩翩凉落 晚霞翩翩翩点燃人间烟火 花的缠绕声色 映出粉红轮廓 映出回眸该潮起潮落 风车不停断折 映花无同曲折 时光放弱 一瞬间就此停革 不止端在一刻 星空下的烟火 再走流星也划过 依然那么炙热 啊 哎哇 哇 让他长得太帅了 让他虚然长得挺帅的 他长得太帅了 但是你也不要去灰心 不是我们的才能 他不一定限于长相 呀呀呀对不对 只要你有这个自信 对不对 你就会闪着光 那我来吧 听出来了吧 听说来了 哈哈哈哈 我很自觉了 我就知道了 我好想看下一步 我先怎么引他的歌去 对的就是 那所有的人 当你们在一起开始闪光的时候 我们汇聚在一块 就会成为一道亮丽的星光 好不好 让我们有请小玉来演唱一下 我们的闪亮星光 哎呦哎呦啊 渴望的夕阳 那一抹温暖的光 曾映在你而我的脸上 融化冰雪锋芒 拨开了迷雾飞扬 我们都在追逐着 有时难免会遇到 所就会欣赏 年少的期盼 有梦就去抓 哪怕前方 不能阻挡不迷失方向 每一份梦想都值得 每一个床子都结果 要晓得我有大大的厘烂 穿过风雨迎接明天太阳 也曾游过失落难难 也曾想过放弃重来 我付出所有等待 未来期待 那少年的你散发着 希望的光 希望的光 渴望的夕阳 那一抹温暖的光 曾映在你而我的脸上 荣华 荣华冰雪锋芒 活开了迷雾飞扬 每一份梦想都值得 每一颗种子都结果 游笑得我 有大大的力量 穿过风雨迎接明天太阳 也曾有过失落难赖 也曾想过放弃重来 我付出所有等待 未来期待 那少年的你散发着 希望的光 你永远都是最善良的那刻 我付出所有等待 未来期待 这句词特别好 其实就是像我们这些人 就虽然说我跟远哥年纪稍微大一些 但是我觉得各位都是付出了 基本上是亲近所有了 你们当时在舞台上也是 没有任何的保留对吧 会洒了你们的汗水 亲近所有 这种感觉特别好 而且有些人会说 把自己的一些青春 或是说情感 毫无保留地去释放出来 包括有时候我们被考虎 你看曾经抢何老师麦克风的人 对不对 曾经在我们台上 哭了又哭的人 对不对 现在看来 其实他不是一种傻 他是一种青涩的美好的单纯 而且那个追梦的样子 很动人 那也想问一下四位弟弟 啊有什么想跟你们十年后的自己说的 呃 呃 四万哥开始我如果要说一句话的话 应该是你对你现在目前开的世界巡演 还满意吧 不是 哎呃 哎呃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嗯正常一点的话应该就是想说 还是希望你一直记得你 二十年前的你吧 就是比如说我十年前的我 想的东西 包括跟我现在想的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我也希望我十年后的自己能想的也是 跟我现在这个心态一样想的东西 我也差不多呀 哈哈哈哈 不是都差不多我差不多差不多 让让呢 十年后的自己的话 你说一句话给十年后的自己对 你还年轻 继续努力 呃那肯定了 还年轻 他要说三十一觉得老了 咱们基本上就可以离开这里了 小鱼 给十年后的自己十年后 十年后我只希望 我希望十年后的你 是开心的 然后做的是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好了 哎呀这么有大爱呢 没有对 嗯陆思恒的十年后 我希望我的十年后快四十了 啊哈哈哈哈哈哈 三十九 好好好对 你是这里最大啊 我希望十年后的自己 仍然 还可以幼稚的在热爱 然后不要被现实所击败 哎哎哎哎还压韵呢 那无论是十年前的自己 还是十年后的自己 其实都是在一个追求梦想的状态当中 所以我觉得 呃只要我们心里有梦想 无论是年轻的你们还是稍微年长的 我们在这条路上都是有底气的 有底气 因为有梦的人别怕 好不好 来有请陆思恒带来 有梦的人别怕 来来来 加油 这是小陆在我们的分贝再出他的第一个舞台 加油 我认识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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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一身伤疤 从一身伤疤 少出一身开脚 终于我明白 要将它写下 回到最真实的自己啊 时光随着热音也长大 都会被过风暴雨冲刷 给初心最永远的回答 用我的人别怕 披披这世界太多复杂 光不把变弯堂 就算是石头也能激情桃花 我梦的眼泪 就算是石头也能激情桃花 我还是当初的我对吗 别让自己背识不牵挂 笑着梦想吹唐 披披这世界太多复杂 光不把变弯堂 就算是石头也能激情浪花 有梦的人别怕 哈哈哈哈真的特别好啊 啊真的好听真的好听 这首歌是他应该是出赢之后 然后就第一首ost 啊这个啊三分运气七分打拼 也也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个常规动作 谢谢陆老师给我们的教诲 谢谢不客气 哈哈哈哈 其实大家今天都把自己的一些想唱的歌 在这个温馨的舞台做了一个展示啊 就对了 因为要知道我们现在拥有的这个舞台 其实真的得来不易啊 今天我们的导演组真的是很用心 我们上一次的舞台其实是有点一种绿色的感觉 对好像我们刚开始一来的时候 我们可能是刚认识 然后不太熟 然后大家就是刚认识 就是刚是新朋友 对 然后就很很青涩的那种感觉 这一次有点就是秋天的感觉 然后就是好像 对好像今天的感觉就有点熟了 对有点熟了 非常好 还有一种解读就是在你第一次是绿色升级薄薄之后呢 就差不多该黄了 哈哈哈哈 一圈见血了 尽量我们更积极的去理解 是吧 其实我觉得对现实规则的这种有时候的这种调侃啊自嘲啊 它和你内心保有的这种自信 和这种阳光和积极并不矛盾 我们要以一个轻松的心态 有时候可以开自己玩笑 有时候你青春过 也许你秋天过 黄过 冬天过都OK 但是你可以周二复始再就业嘛 可以再青春嘛 对不对 但我们的心态永远是要 面对夏天的时候 释放所有的能量去打拼 面对秋天的时候 好好珍惜每一次收获 这样我们才能储备更多的能量 在冬天让我们后继过发迎接下一个春天 越来越好 好吧 而且呢 我希望大家明白 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圈子这个行业里 还有很多的宝藏歌手 对 他们更值得这样的舞台 他们的音乐没有被发掘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也把我们的节目呢 就是通过这一次我们的相聚 我们的音乐的展示 也告诉更多的朋友 你们值得拥有 像我们拥有过的这样的非常好的舞台 你们的分贝值得被更多的人去听到 你们的梦想值得更大的平台去承载 是的 说得好了 而且现在我更加的深刻的感觉到 只要我们哥几个在一起 无论拿到多少个分贝 我们的舞台都是豪华的 爱你们 好的 分贝自在出堂的第二个舞台 就这样完美的结束了 让我们一起努力期待我们的下一个舞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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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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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节目由 诺辉健康首席特约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 君 Sauce 魏动力行业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 是不是要到这个分贝岛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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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 林海杰说还挺刺激 可是登岛不易 竟要证明 我是我 陕西方言 今天你咱玩一个游戏啊 每个人你都是整去拿一些粉杯 要一个豪华的舞台哎 可以表演 大家都很开心对不 开心很开心 我直接给你来个我的个人气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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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微博参与分贝再出逃 话题讨论 聊聊你的观后感 更多节目精彩资讯 尽在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 微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首席合作媒体 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我叫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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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贝再出逃 向公益出发 在中国职工发展基金会的 公益支持下 更多年轻人凝聚爱心 收获感动 用青春的力量 养起公益的风帆 大声喊出 属于年轻人的爱心分贝 关注中国职工发展基金会 关注职工公益 新浪力发展基金里的 巨大的